来 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江苏启东的苏晓菱 正如大家看到的这样 我是一名残疾的女孩 有很多器官呢 都长在相反的位置 然后所有的感觉吧 长得不怎么样 除了这张脸还对得起观众 咱们找个凳子坐坐 可以 来 来 说说你的事 我一生出生 一生就断言我活不过15岁 有时候跟我童年的孩子们 玩耍的时候会吵架 会闹 然后人家都会跟我说 不跟你吵了 欠你凶什么凶啊 你都快死了 你自己的不知道吗 当时懵懵懂懂的我 我不知道死亡 然后我就问我妈 然后每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我妈低着头 眼含泪水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个问题是会触及到 我妈妈伤心的事情 我就渐渐的不再问了 其实苏晓菱虽然说身体是这样 但是她完成了三件最伟大的事情 我们先说第一件 第一件最伟大的事是什么事 决定找工作 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找工作的时候 那是8月份的一天 我去了一个开发区 然后我看到了有个牌子 招工 年龄不限 学历不限 吃苦耐劳 我一看我高兴极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 然后我还没走到里面 有一群小孩围过来 然后就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就说 哎你们看 有一个矮子 他好矮啊 他怎么长成这样呀 当时我还没缓过神来 从门里出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那个人就对着我说 你来干嘛的 我说我来找工作 他上下看了我一下 就你这样找工作 现在健全人都找不到工作 你一个残来巴掘的人 又是一个矮子 还是个驼子 你看你脚一个朝前的 你出来找工作 不给你爸妈丢人吗 你这种样子就应该躺在床上 让你妈给你送点吃的 当时我的泪水就已经挂满了眼眶 马上就要留下来了 我转头就走 然后我一边走 我一边哭 我在想 为什么别人会这样说我 我在想 叔叔 如果我是你的女儿 如果我是你的亲戚 有人这样说你 你会难过吗 可是我又反过来在想 小林 你既然想要自食其力 既然想要自己去找工作 那你这些 就是应该去接受的 真的要感谢他们 是他们让我学会了坚强 好 有些人就是过得太顺了 顺风顺水了 所以反而不能体会生活 说说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么事 我结婚了 结婚找到了自己的爱人 他叫啥名 他叫杨海君 掌声有请杨海君 你好 你们两人如何相识 结婚 我们认识是在网络上 认识的 惨疑人的公企网站上面 都有自己相应的一个工作 实际他的性格 一开始并不是我喜欢的 因为他太开朗了 然后比较能说 我这个人比较闷一点 然后我就喜欢静静的 听听音乐 看看书 什么之类的 然后因为一次工作 交流 然后我们就是谈谈谈 逐渐地谈到一些 生活上的问题 然后他的内心 给我的感觉很丰富 只不过他就是给人的感觉 就是我好乐观 我无所谓 但是他是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为自己打气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 我们双方彼此就有一定好感 那你们俩谁追的谁 开始还是我主动的 那像你这么沉默的人 追人的方式是怎样的 我还是比较直接的 我就告诉他 我喜欢一个女孩 然后他跟我在这打马虎眼 然后我知道是谁 然后妈妈认识的所有人 几乎都说过来了 到最后没办法了 我就直接告诉他 我就是你 追的很顺利吗 当我表达的时候 他也很严肃 就是说因为那时候 网络上面沟通 不是说面对面 这么很真实的去交流 这个时候他把他自己的 全身的照片 自己行走的一些个视频资料 全部都给我 这个时候当我看到的时候 非常震撼 然后他给我之前就告诉我了 他说如果你要吓跑了 我不会怪你 他说我被我吓跑的人很多了 所以由此你更敬佩他 是啊 然后他说如果你要 还想跟我做朋友 我也非常欢迎 这年头很少有一个人 在谈恋爱的时候 把自己摊在桌面上 让大家看 对的对的 人的本能都是藏嘛 但是迈过这一道 还需要勇气 这个时候他还是怎么说呢 不太相信这份感情 因为距离很远 再一个来说 好像我身体比他要好一点 相对来讲 他帅一点 然后 然后这时候呢 我说我直接去你家里 咱们真实地见一个面 从廊房到启东 然后我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 我下定决心 要和他在一起 然后我回到家里 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 我就直接到他家里 双方父母都同意吗 他的父母对我还比较好的 然后我的父母呢 有一些犹豫 因为本身就是很远 而且我们两个都是残疾人 就是以后你们的生活怎么办 这个时候 我就去说服他们 因为我说只要我们两个 在一起 我们肯定会 想尽办法去解决 我们生活上的很多困难 我说这个不用担心的 事实上证明 你们在结婚以后 谁照顾谁都会 他呢就是 基本上洗衣做饭 他都做得来 用洗衣机呗 洗衣机 我们店太小了 放不下去 店 你开了店 对 我开了电脑维修的 大概有 谁修啊 我们两个 你也会修电脑 会 可以做系统 XP啊 问7啊 问8啊 就就还不错 两个人 现在好多大学生 都不会装系统呢 我觉得我在这儿 看他老公 对他那个眼神啊 都不仅是 疼爱和怜爱了 简直就是慈祥 真 我的天 还好还好 我多想让他 慈爱一点呢 对我 第三件伟大的事 我来跟大家说 他们俩生了一孩子 还是一大帮小子是吧 四岁半 那你第一次确定 怀孕的 你是什么心情 没感觉 上午知道 有孩子的 下午就打掉了 从那以后 我基本上 每天晚上 都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一直很自责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一定要是 再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 不管我付出什么 哪怕生命 第二次怀孕 是多长时间之后啊 一年半 这次应该高兴了吧 没有 还不高兴 他们说怀孕以后 应该是个全家 都是很开心的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就像 做小偷一样 你没告诉他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因为我把第一个孩子 拿掉以后 我已经做了 就是带了一个节育环嘛 然后一年半以后 我约上我的闺蜜 偷偷地把节育环取掉了 你为什么要偷偷取呢 他不乐意啊 你不让他生 你害怕对他 本人造成伤害 因为这个几乎等于 要他的命差不多 你怀孕遭了不少罪吧 特别特别的难 因为我两个半月 我就只能躺在床上 不能下来走动了 然后吃喝拉撒 都在床上 因为我怕我 动了之后 因为我肚子太小了 会把他的什么 小胳膊小腿呀 然后弄得骨折了呀 然后断裂了呀 到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一直一直地躺着躺着 然后最困难的时候 应该是三个月以后 孩子渐渐地大了 然后吃饭开始没有办法吃了 大概从五个月开始 我就只能吃几厘米了 最难受的应该 那孩子哪来的营养 一天总吃吧 总吃 少量多次 对 就是五个月以后 孩子的头骨发育了 头骨顶在我的肋骨上 那种疼痛 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 嗯 就像 就像用针在扎我的全身一样 非常非常的疼 然后晚上根本就不能睡觉 因为喘气喘不来 然后只能张着嘴 然后我也不敢动 我怕我一动的话呢 肚子一不小心碰到他了 会把他的手啊什么的 要是脑袋撞坏了 可怎么办呢 所以只能就一个知识 不管你多么的难受 你必须就一个知识 就在那边一直保持着 然后小孩还在你肚子里踢 我肚子太小了 他还踢 肯定早产 对 抛肤产 对 七个半月 要生孩子的时候 特别难 我们附近所有的医院 都不敢收我 因为我太特殊了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我们当地 最好的一个医院 然后去的时候 那个医生也比较有名 他看着我就 挂着头摸摸耳朵 非常无奈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说张主任啊 我看你那么帅 你不会把我 给赶出去的话 你要不给我接生的话 那我们可是一尸两命啊 你舍得吗 赶紧谢谢张主任 真的非常的感谢 现在有四年多 没有见你了 我们现在过得真的很好 谢谢你 圆了我做母亲的梦 你发现他平安的 母子平安出来之后 孩子先出来 孩子先出来 你松了一口气 因为早产了 没有出来 心又纠结了 没有呼吸 然后赶紧去 那个儿科的重症监护 然后他这边 还在做手术 脸边都让我担心 所有的不可思议 在你这儿 到最后都成功了 对 三件事都说完了啊 先说心愿了吧 谁的心愿 我的 我们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是希望我的书 能给更多人带来力量 谢谢 什么书啊 为梦想擦上翅膀 这是我通过三年的时间 写的一本自传 励志书 对 我这本书是在当地的政府 给我出资的 第一版印了一千本 没想到效果非常的好 没几天就一本难求了 第二版也在印嘛 就是说多印一点 这本书 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孩子们 给他们带来力量 想告诉他们 我这样的都在努力学习 快乐的生活 你们还有什么理由呢 接下来我们请他的小宝宝 把他写的这本书 给我们送给四位老师看一下 自己上来 自己上来 先给四位老师一人一本 给老师 先给他们一人一本 送到他们手上 没事 再拿一本给我 我还没对小伙子帅 谢谢啊 坐在妈妈这里吧 我觉得这个书 我还看了一下 从设计然后到文字 还都挺感人的 然后设计的特别小清新 这本书 我们营朗文化 延远给你助力 预购一些书 然后放到我们的平台上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 会有我们来付费 买下你的书 然后送给这些朋友 好不好 好 希望你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加油 谢谢 小林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现实生活当中 生残自奸 自强不息的一个典范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 减肥中心的 愿意助力你圆梦 希望你的乐观精神 传递得更远 谢谢 希望这本书能够大卖 同时希望更多的人 从这本书文字当中 能够汲取到自己 对于人生的力量 谢谢三位来到 我们节目当中 祝你们幸福 谢谢